但是呢现在我们能听到的 就包括身边的朋友说 以及网上那种特别流行的论调啊 这种所谓的经期保养秘方啊 就是大多数不太靠谱 但其实呢这些里面哈 只有说可能是热的东西 热饮热本身 还有热水热敷 这一些可能会对这个 舒张这个血管有一点点作用 可能会缓解一点点的疼痛 但也不是适用于所有的人 所以喝点水确实没毛病 但是它可能没什么用 而且经期处于一个 更容易感染的状态 个人卫生更需要注意 所以一定要就是保证 这个整个的一个卫生的状态 即使做不到每天的淋浴 也一定要用清水去清洗 清水温水去清洗 千万千万不要随大流 去买那种网上 或者是广告里那种洗液 因为那种洗液 它是针对于一些子病的治疗 或者护理的 如果你是一个健康的状态 你没有必要去食用那些死 也不然会痛爱偏好 反而你会 所以我认为 如果你想喝水 喝水 因为它让你感染症 因为它让你感染症 感染症 我认为 那种感染症 那种感染症 那么有效果 所以我认为 你感染症 与你的选择 based上